今天晚上直播 我们凤凰点总共玩了三个多小时 把中间存读档什么不算 我们就算玩了三个小时吧 然后差不多对这个游戏 我目前也有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第一印象 所以就着直播完就做这个视频 大概谈一谈 感觉这个游戏我的第一印象 这个三个小时之后的体验感受如何 总的来说这部游戏很像XCOM 我想这么说应该没有任何人会有意见 就是XCOM或者说优服系列 那么最近的两部 12年的一部和16年的优服2 这两部游戏算是重新复兴了这种 回合制 然后战棋类的这种战术游戏 那么你操纵的算是一支人类精锐部队 来抵抗外星人的威胁 凤凰点在大概的剧情上 和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 整个的安排大的布局 包括你需要运作基地 维持一个绝密组织 然后试图拯救人类等等 这些都跟优服非常接近 也很正常 因为凤凰点的制作人 就是当年原版的老版的优服 制作者是朱连高朱连高老 但是这部游戏相比优服 也确实有很多的不同 如果你一定要说的话 你可以把这部游戏 称为是穷人的优服 这句话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 只不过我们如果看的话 从开发成本 制作规模 工作室的大小等等 这些方面来说 这部游戏都和优服系列 没有办法比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部游戏也确实比优服原版作品 要便宜的多 在epic上面只卖20美元 那么差不多是当初优服2 在国区刚发售的时候 价格的一半左右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这部游戏虽然在某些方面 有些妥协 但是它的价格也确实对得起 这整个的制作水准 但这并不说这部游戏 是一部全面列于优服的作品 虽然说在有些方面 你可以看出 比如说可能艺术设计 UI设计 然后一些 包括别的一些美术 什么这些方面 给人一种算是廉价感 或者说简陋感 当然也有人喜欢这种极简风格 然后在有些比如说物品管理 生产栏位制作 什么这个方面 确实相对显得比较有些混乱 但是相比优服 这部作品也有很多 是算是非常有独特性 有特色的地方 比如说如果要说最关键的话 就是这部游戏和优服当中 根本需要注意的东西是不同的 最近的两部优服 12年和16年这两部 实际上基本上你会发现 最关键的核心资源是人 你如果能把一批小队培养成 非常高级的单位 那么他们的技能会变得非常bug 有这么样一支精英小队 你可以在战场基本上纵横四方 哪怕拿着稍微弱一点的武器 都能够发挥非常强悍的战斗力 同样的 如果你这个小队没有了 那么对你整个战役流程打击 可以说是毁灭性的 稍微死一两个人 整个战役都几乎 尤其是在游戏中盘的话 你如果死了几个高级兵 可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喘不过气来 那么这部游戏把主要的重点 凤凰点的重点反而不是养成 像什么基地养成 单位养成 在凤凰点当中重要性没有那么大 反而到目前为止 玩这几个小时 感觉是凤凰点当中最关键要素 是对资源的管理 你如果看的话 就单兵而言 其实凤凰点 不管是在呃 单兵的装那个技能的丰富程度 还是说他们的呃职业的种类 或者说是包括外观上的自定义内容 其实都没有优福来的多 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 我个人玩到目前的感觉 凤凰点里面的单兵 其实更加接近于这种 无名小卒消耗品 在某种意义上 他们的主要作用是帮你 拿着更高级的武器走上战场 到后期 尤其是哪怕中期 过两三个小时之后 我们突然遇到一批非常强悍的敌人 有着很厚的血和装甲 在这种情况下 不管你哪怕前期等级升到比较高的级别 实际上还是很难挑战这些敌人 所以关键是你怎么样分配有效的资源 并且在前期快速攀科技 然后获得良好的武器 给你的部队装上 实际上部队升级并不是很困难 完了这段时间 包括基地里面也有些高级训练设施 可以直接给你的部队 直接提供经验点数 所以部队的升级反而不是那么难 养成不是那么难 真正最贵的是招募士兵本身 招募一个士兵就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所以说尽可能的爱惜你手上的士兵 但是另外一方面凤凰点里面的部队也远 比XCOM里面要坚挺的多 虽然在战场上表现没那么强 但是这帮人哪怕是损血 几乎是被打残 可能回去在医疗 在医务室里面躺个几十个小时就能爬起来 相比这下XCOM当初如果是重伤的话 你很有可能要回去躺个半个10天半个月 才能重新复归战场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这部游戏很明显 就是说是刻意的淡化这种人人员培养要素 而是更加要求你怎么样 合理分配手头资源 去在前期进行 就是要你要造 拿有限的资源去造那些武器 那么资源分配重要性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多数制造物品的时间 远远比两部新的优服要长得多 在新的优服里面 你只要花花一定的资源 像基本的单兵武器什么这些 几乎都是可以瞬间制造的 但是这部游戏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 哪怕是最基本最低端的步枪 都要花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制造 所以说怎么样分配你的时间 怎么样安排你的资源就变得很重要 同样在优服里面你只有一个基地 然后你需要把这一个基地 发展到一个很高的层面 但是在凤凰点当中 你可以在全世界 有多个分基地 相对应的每一个基地的可拓展性 和可以造的建筑物什么等等 这些就没有办法和优服相提并论 所以说 如果说优服考验的是小队的作战能力的话 那么这部游戏真正最考的 应该就是指挥官的统筹和规划能力 包括你可以去建造多个飞机 派遣多个分队 然后在全世界各地同样 同时执行任务 这个能力在前期不是很重要 但是我估计等到游戏进入到后期了 可能就更加重要 包括你要考虑是不是减少战场实际人员数量 因为你的总兵力是有限的 包括增加什么各种装甲车等等 可能到后期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那么这个的话 我觉得不说不是说相比XCOM是好或者不好 但是确实是一个比较有特色 而且在而且就是说能够产生区分度的 这么样一个设计 另外一个设计就是所谓的外交系统 你要跟三个有不同意识形态 不同科技术的人类派系打交道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直播的时候算是比较天真 试图看能不能把三个派系关系全部发展好 但是目前来看很困难 最好的办法还是支持一个派系打一个派系 然后尽可能的早期攀升你的科技 因为如果没有那些新的科技新的武器 基本上没有办法打 可以说很快就会进入一个等级碾压的状态 那么这个也是因为我经验不丰富 所以还是按照当初优服那种相对慢节奏 慢慢推然后保持谨慎 这个游戏可能前期就更加鼓励 进攻性扩张性的发展 可能效果会更加好一些 包括到处抢钱 我们还原本想的是本来作为人类的保护者 我们要各个派系联合 但是现在来看还是老老实实去抢钱 抢科技可能效果最好的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游戏到目前就是这样 应该说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的 如果现在对于游戏 我还只摸了个皮毛 所以无法具体的说这个游戏整体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就我看到的部分而言 这部游戏目前的价格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也是比较推荐购买的 如果你喜欢优服或者说你对这整个这种战棋类 战术射击的游戏的话强烈推荐 最后还有一个我觉得是这部游戏做的非常好的一个系统 就是射击和判定系统 那么优服我们知道这两步全部都是随机命中 所以哪怕是你站在别人面前都有可能打飞 这部游戏的射击系统 完全变成了一个固定的可预测的 就是你可以手动进行瞄准 然后虽然也有些随机要素可能会打偏 但是可控性远远比优服要来的高得多 而且同时增加很多特殊的战术 包括我们今天试验的 在楼房里作战的时候 甚至可以把对方脚下的地板打开 打出条缝 然后接着从缝里面开枪穿过地板的缝打中敌人 那么这样一来整个游戏的战术多样性 包括需要的对武器的掌握程度就高了很多 总的来说这部游戏里面的兵种的定位 和武器的定位都是高度专精化的 就是说你需要知道每种兵能干什么 不能干什么 然后合理的结合不同的武器 不同的装备来取得一个最好的平衡点 甚至有可能如果你面对的敌人不同 你都要考虑 估计到后期 你都要考虑是不是带着兵种 带着武器都有不同 然后包括道具栏管理 身上的带着装备 什么这些方面 也都要比优服要复杂的多 总的来说我个人目前还是比较推荐的 然后之后这几天 也可能会比较频繁的直播这个游戏 录播可能会稍微延迟一点 我大概会先做一两期 把前面教程给过了 然后之后的部分 可能等我直播的差不多 对这个游戏脉络摸的比较清楚了 然后我们再做一个完整的剧情流程 好的 那么这一期的评测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弹幕里面提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双和鑫 我们下期再见